这期来聊聊最终幻想15的前身 最终幻想vs13 下面简称V13 V13它与最终幻想13 同为新水晶神话构架下的故事 但它们没有直接的故事连接性 由于各种原因 V13的开发被重新整合为FF15 制作人也从野村折野更换为甜甜端 而甜甜端器用了新水晶神话的故事构架 启用了全新的世界观 但部分的剧情和设定又有所保留 也就使得15的部分剧情显得比较生硬 不能自圆其说 因为故事来自于不同的两个制作人 是各种不同的设定和理念的强行融会 而融会不了的 就只能让它永远活在预告片中了 因为野村所构筑的V13太庞大 所以只能挑一些有爆点的部分来讲讲 现在能查到很多当年的设定 其实也有不少bug 大家不用过于较真 毕竟这些企划案都已经废止 在讲V13前 必须要先讲讲新水晶神话的构架 新水晶神话的起源故事中 创世女神木英 有一儿子布涅贝泽 而布涅贝泽野心巨大 不惜杀掉自己的母亲木英 只为了夺得世界的掌控权 木英死后进入到冥界 也就是不可视世界 后来带孝子布涅贝泽发现 母亲死后万物不再永恒不灭 连他自己也开始衰老 他认为这是母亲死后的诅咒 准备进入冥界 彻底杀死木英并摧毁明界 而在当时除了死亡 布涅贝泽并没有找到其他通往冥界的手段 于是他将自己的意识分出三份 二为三个法尔西来帮助自己 大家可以将这三位法尔西理解为布涅贝泽的分身 但级别是低于本体的存在 三位次级神分别是帕尔斯 埃特罗和林泽 孤神授予了他们各自的使命之后 将自己化成了水晶 水晶化之后的生命体可以不老不死 孤神开始在沉睡中等待着下属们达成使命 帕尔斯和林泽都被授予了寻找冥界之门的使命 帕尔斯主要通过开闭并防用世界的方式来寻找大门 林泽主要协助帕尔斯以及守护沉睡的布涅贝泽 并在适当的时机唤醒他 而三神中唯独埃特罗没有被授予任何使命 原因是布涅贝泽在制造埃特罗时 对母亲的执念过深 导致埃特罗长得跟木鹰太过相似 布涅贝泽十分惊恐 所以也就没有给埃特罗授予任何的能力和使命 埃特罗为自己的存在感到迷茫悲伤 最终选择了自杀 自杀后的埃特罗也进入到冥界 而在埃特罗自杀流出的血液中 人类诞生了 与他一样没有特殊的能力也没有使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既是自由的 也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 人类死后也会进入到冥界 来到埃特罗身边进行投胎轮回 冥界中的木鹰通过观察人类的轮回 得知万物的生老病死是其宿命 即使是作为母神的他 也没有办法完全阻止这种命运 世界本就由可视世界与不可视世界共同构成 世间和冥界是平衡的两端 如果冥界被毁 那么世间也会迎来终结 在埃特罗来到冥界之前 其实木鹰就已经被冥界里的混沌吞噬殆尽了 木鹰生于混沌 最后也归于混沌 而混沌既是能够是神的关键 木鹰告诉埃特罗要维持世间的平衡之后 就被混沌彻底吞噬了 此后埃特罗便在冥界成为人类口中的死亡女神 她怜悯因死亡来到冥界的人类 并且将混沌赐予每个来到冥界的人 而她和被授予混沌的人类一样 都不知道混沌会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于是携带着混沌 在世间和冥界往复轮回的人类 使得这个世界达到了绝妙的平衡 世间得以稳定的发展着 好的 上面的世界观讲完后 大伙估计跟我一样 还是有很多地方存在疑问 我们先不去扣细节 不然没办法讲下去 那么基于这个世界观的构架下 V13的故事起源是这样的 艾婷作为从埃特罗血液中诞生的第一个人类 她被埃特罗授予了带领人类走向繁荣的使命 而路西斯的初代王 为了获得埃特罗的黑暗之力和水晶 娶了埃特罗的女儿为妻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埃特罗从哪冒出来的女儿 在V13中 可能见过埃特罗并活着的人才能获得他赠予的混沌 而这里面的水晶 我猜测有可能跟木鹰或者埃特罗死去后留下的身体有关 并不是布涅贝泽沉睡变的那块 之后的路西斯初代王如愿获得黑暗力量和水晶 建立起了路西斯国度 而V13的世界中也有和15一样的4个国家 尼弗海姆帝国和亚克尔德跟15设定差不多 也是一个依靠科技 一个依靠商贸经济起家 而特尼布拉耶拥有和路西斯相反的光明力量 不过路西斯额外拥有水晶 埃婷作为第一个诞生的人类 在看到埃特罗将力量赋予了路西斯初代王之后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认为自己更有资格获得这份力量 而埃特罗认为他太贪婪 于是作为惩罚 斩去了他的轮回让他永生不死 埃婷虽然也获得了黑暗之力 但他将永远背负着繁荣人类的使命 一直活下去没有终结的那一天 于是埃婷怀恨在心 开始谋划着对埃特罗的复仇 V13中的路西斯黑暗之力的具体表现 就是15中的召唤武器能力 不过在V13中 特尼布拉耶的王族拥有相似的能力 在旧版的宣传片中 史戴拉与诺克提斯拔剑对立的时候 通过颜色就能看出来 两者各自代表的力量象征 史戴拉的哥哥瑞布斯同样也具有光明力量 在埃婷当上帝国宰相 攻占了特尼布拉耶后 为了救重伤垂死的年幼史戴拉 同样年幼的瑞布斯 与拥有黑暗力量的爱丁签订契约 兄妹两人得救 也获得了一部分黑暗力量 但两人也从此被爱丁操控 在帝国借由和平协议来攻陷路西斯时 两人也随着帝国军来到王都 因为史戴拉也有部分黑暗的力量 所以在与诺克提斯相遇时 两人都能看到代表死亡的那束光 前面介绍过路西斯的黑暗力量来源于埃特罗 那么特尼布拉耶的光明力量是从哪来的呢 没错那就是三神中的帕尔斯赐予他们的 而帝国的背后其实也是最后一位神林泽在作随 因为帕尔斯和林泽发现 通过大量的造成人类的死亡 就可以打开通往冥界的大门 于是他们想借助人类互相之间的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 特别赐予了特尼布拉耶光明的力量 来与路西斯的黑暗之力对抗 并且让爱丁落入他们的计划 推动着世界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着 爱丁泽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两位主神的棋子 接下来将会是爆点比较大的部分设定 在15中的历代王是非常帅的一种设定 不过在V13中的历代王会更帅更实施 因为初代路西斯王是从埃特罗那里直接获得的黑暗之力 所以同时也获得了埃特罗的一些记忆 从而知道了另外两位主神的目的 并且伴随着黑暗之力还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看到了未来的路西斯王 都会用黑暗力量和召唤兽来保护国家 也看到了爱丁这个对死亡女神产生威胁的不稳定因素 但看不到未来的爱丁究竟会在哪个时候出现 而爱丁一旦出现就会导致路西斯的灭亡及世界的终结 初代王还在预言中得知 王族内将会诞生出一名真王来保护死亡女神 于是初代王按照预知的未来 以继承幻影剑的方式传承黑暗之力 而第一只召唤兽芬尼尔也从水晶中诞生 从初代王开始每一代的路西斯王都会铸造自己的幻影剑以传承黑暗之力 同时幻影剑中会半生出一只召唤兽 直到传承至第七代路西斯王 这一代的王是位女性 没错 她就是十五宗的肯迪亚娜 按照V13的设定 肯迪亚娜的全名是肯迪亚娜·路西斯·切拉姆 而她的召唤兽就是西瓦 作为路西斯历史上的守卫女王 在继承了王位知晓了真相后 不能接受两位主神的人类灭绝计划 不甘于命运受神明摆弄 于是她凭借着七把王剑的黑暗之力 加上七位召唤兽 主神当时最强的人类战力 向两位主神发起挑战 不过结果却是肯迪亚娜的惨败告终 她的召唤兽西瓦更是直接被神钉死 其余的六位召唤兽则被封印 之后两位主神将路西斯王族的黑暗之力斩断 不能再继承这种可怕的混沌力量 但肯迪亚娜并没有就此放弃 她在最后的关头将西瓦的力量吸入自己的体内 将自己与召唤兽合二为一并隐藏了起来 狗逼着二位主神的监视等待着爱婷的出现 而后来的第八代路西斯王在失去了黑暗之力后 却仍然能够看得见未来 原来这是两位主神的故意为之 作为对路西斯王族的惩罚 让他们看着自己步入灭亡的未来 不过第八代国王并没有就此束手就擒 他重新构筑起了新的国家防卫手段 除了继续继承换引线之外 他通过水晶的魔法 让死后的国王英灵化 将力量存储在戒指和石像中 在必要的时候激活来保护国家安全 V13的主剧情是充满黑暗色彩的故事 主角诺克提斯冷酷杀伐果断 很大原因是继承了他的父亲雷基斯 V13中的雷基斯对他的爱 虽也是极其浓烈 但从不温柔 甚至在知道了诺克提斯为最后一代王之后 故意说了这么一段话 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护他 雷基斯还作为13代国王中的背叛者 背离国王的使命 只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尽可能的活下来 在帝国的入侵战中 并不是他不知道帝国的诡计 而是他主动的让帝国杀进来 从而献祭大量的生命打开冥界之门 获得埃特罗的联名 将黑暗之力重新引渡到诺克提斯的身上 前面说过肯迪亚纳之后的路西斯王 已经没有了黑暗之力 雷基斯唯有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让诺克提斯重新觉醒黑暗之力 这个计划也是芬尼尔和雷基斯共同实施的 让诺克提斯拥有自保能力的同时 能够与艾婷对抗保护死亡女神艾特罗 另外V13的剧情中 诺克提斯的三位伙伴也会出现两名背叛者 分别是普隆普特和格拉迪欧 在V13中的小普是瓦萨戴尔的亲儿子 是个真正的间谍 而格拉迪欧则是不认同作为国王的诺克提斯 我认为是格拉迪欧知道了诺克提斯的黑暗之力 是献祭了王都人民换来的 于是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国王 最终选择了背叛 其实15中也一直留有这么一个彩蛋 那就是诺克提斯非常嗜睡 还经常做噩梦 场景还挺像V13的一些设定 在V13中 因为艾婷成功地打开了冥界之门 杀死艾特罗 原本应该随着艾特罗的死而死去的诺克提斯 被及时出现的肯尼亚纳 赐予了召唤兽的力量后 以命换命地保了下来 不过艾特罗的死去导致了两个世界的失衡 混沌开始通过敞开的冥界大门 入侵到现实的世界 生灵被混沌吞噬之后就会变成死骸 没错 V13的死骸就是这么来的 而艾婷通过杀死艾特罗 也继承了他的记忆 从而知道了全部的真相 一直操控别人的艾婷最后才发现 自己也只是主神手下的一枚棋子 在诺克提斯获得了全部幻影剑和召唤兽的力量后 与化为魔人的艾婷进行了最终决战 在杀掉艾婷后 诺克提斯看着这个破败的世界 活着的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死去的人还不得安宁化成死骸 他决定像十五宗一样 在王座上引出全部的力量 献祭掉自己的生命 进入到不可视世界 顶替死亡女神的位置 继续维持着世界的和平 以沉睡在冥界的方式拯救了世界 迎来了V13的结局 总体上来说 V13的剧情是黑暗的 如果当年能够顺利落地 不好说能不能在国内过程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样的故事构架更庞大 更史诗 同时野村的许多设定 逻辑上也更加有说服力 能够面试的话 可能真的会再创一个 FF系列的顶点之作 以上就是关于V13的部分剧情分享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下面的简介和置顶评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探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成峰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